一带一路究竟指哪一带哪一路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石头之路经济一带到底有几个带 解码一带一路继续解读 中俄对外发展战略的全面对接 是一个宏大任务 其意义和影响重大而深远 在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过程中 中俄都在寻找应对国内和国际挑战的最佳答案 俄罗斯与中国不是竞争对手 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也各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 欧亚联盟旨在打造共同的法律基础 而一带一路将在交通运输 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 作为合集目标 并且中国重振骨丝绸之路的进程 并不单一排他 反而将来自亚洲非洲及欧洲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开发 张部长你看从您很早就提出这个欧亚联盟与这个上合组织这种平行论 这个这个理论这个看法 到今年无法峰会两国元首正式宣布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那么应该说可以说这是一个俄罗斯至少对一带一路的公开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积极的态度 过去确实大家认为他是有在观察有一定的疑虑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实现了这个顶层设计的对接 对对对 那么到具体的这个落实层面操作层面您刚才已经谈了一部分 还有其他可以做的哪些方向哪个领域 他对接这个具体领域的对接 他首先是在谈到具体项目的时候 他不会一种抵触的思想 他不会首先考虑到 你这个是对我那个是许害的 他不是这样子了 他已经是一种很包容的态度了 所以这样在谈的时候呢 就容易谈拢 这样的话有的可以用上核组织的媒体来做 有的是中俄啊 或者是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这个矿调来做 这个我们都不像反对的 就是很多样灵活 不像支持的 那灵活了 那么具体来讲 你比方说我刚才提到 中国和俄罗斯这条线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石头之路经济带到底有几个带 对 现在都提一带一路 那似乎是就一个带 这个我跟你讲 我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在国内参加学术研究 尤其是在国外 最近我参加一个七国的研导会 那人也就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说你也提到one belt one road 你们提的这个一带在哪啊 你怎么走的呀 这个走向是如何 包括哪些国家 包括哪些地区走向是如何 他说他有意见的 他说像你这个说法 那我不在这个带上 我这个国家不在 俄罗斯他又有这个问题啊 俄罗斯这个沙哈共和国的前总统 是我的老朋友 那不久前他结果提出了问题 他说那中国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这条线 是哪个by belt 哪个哪条带上的 不带你们那个by 带上嘛 你们的经济的走廊是 通过中亚 波士湾地中海 往往欧洲 你们是指的借个吧 他们想的可能下一个 我这个带就不再带上 那刮不上钩啊 你怎么解释啊 他还提出一个问题 最近在国外开会 说国外正在讨论 开通这个北极交通轴廊 北极交通轴廊 那个交通轴廊 如果开通的话 北美亚洲太平洋 或大西洋就连通了 而且呢那条路更短 更短 更那个经济 那个东西 现在俄罗斯是很积极的 不仅俄罗斯 连新疆坡这样的国家 都很积极参与 对 那么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你说 你这个石头石头经济带 那我这个在北面啊 我在北冰洋啊 你那个方向是往那走的 我这个也不在带上 那么再带扩容带 怎么怎么算 另外也有人认为说 南非如果参加这个经济带的建设 南非是哪个带啊 因为你走到丁东岸 走到那个波斯湾那边就 往南去了 走飞丁东岸 那个方向就往南去了 它也不是一个带的 因此一带一路的提法 是一个简阅的提法 这个提法是个概括的说法 并不是指就一个带 一个路 它是一个 可以说一个 关于这个经济带的一个倡议 关于建设海上丝组之路的一个倡议 这两个倡议 就是习主席在海上克提出的 一个经济带的倡议 在印尼提出的一个 海上丝组之路的倡议 这个一个经济带的倡议 一个丝组之路 海上丝组之路的倡议 是这样提法一带一路 这个简单提法 并不等于说建设的过程当中 从地理上 从物理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方向的带 但是这个是一个规划 是一个宏大的理念 它里面装着很丰厚的内涵 可以说实际上是通过一带一路 沿线六十多国家 把整个世界主要国家 都带起来 我觉得是这样 实际上大的连通 一带一路 我们是把它归纳起来 总的来讲 这是两个倡议 对 而并不是说就是一个 一条带 一条路 这路很多 我参见东北亚的讨论会 东北亚说 你的海上丝组之路 往那边去了 往马里加海峡去了 那东北我这是哪个带 我哪个路啊 这不是又一条路吗 所以这个路呢 它是一个倡议 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地理上 我就这几个国家 是组成这个海上的路 就在中亚或西亚地中亚那几个国家 欧洲几个国家 我们这些国家特定的 就我们是经济带上的 其他都不是 你们也都蒙想参与 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训练 所以它这个倡议 是很宏大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这并不等于说 石出之路经济内 它们有一个主要的方向 也不能说海上 石出之路它们有一个主要的方向 对对 是不是 没错 凡事总是有主有赐 对对对 你郑和夏夕阳 现在我们广泛地讲历史的时候 都说 石出之路 郑和夏夕阳它做了共产大的贡献 对对吧 中间 那在这之前呢 还有张天素食习鱼了 是不是 他们走过的地方 可能都是这个 石出之路经济代上的 这个原先国家 那郑和俊说要到过南非呢 是不是 你不能说南非它那边 就与石出之路 今天没有关系 我们说石出之路 才这种实现这种倡议 也完全适合非洲 是不是 也完全是南非它如果参与的话 你也很难说 你这个 不着边境 你说的非常对 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 一带一路 不是说这个 对这个路和带 很严格的有地理限制 好像数了 就这么一条 一条路 就这么一条带 是不是 我是这么理解 张部长 最后一个问题啊 您看我们今天深入讨论了 从中亚到俄罗斯 到上河组织 到东欧 那么这上述地区 国家和地区 历史上通中国联系都很密切 也曾经经历过这个冷战时期的这种不愉快 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式下 大背景下啊 特别全球化 推进一带一路 这种一个发展的一个倡议 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知识更新 新的外交理念 这个是这样的 我认为需要观察东欧 这个中亚 俄罗斯也好 我们现在应该 中国人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就是完全按照一种平等的 互利的这种伙伴关系 建设一种狐狸共赢的国际关系 这样一个视角 来观察这些国家 来对待这些国家 来对待一带一路建设 所以无论是它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处在什么位置 无论它的政治制度如何 无论是谁执政的 这个我们不干涉它的内政 我们超越了历史 我们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的那些 一些观点 做法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中国人没有问题 他们让您这个编辟入理的分析啊 刷新了我们一些成就的一些认知 包括教证了我们一些一个脱离世纪的 脱离世纪的一些这个不太精准的一些视角 非常感谢